讲到足球巨星你会想到谁呢 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几样站下礼拜登场 相信各位球迷一定都非常期待 可以看到心目中的偶像在球场上奔驰的身影 不过有几位老牌球星特别受到瞩目 像是阿根廷的名将梅西 跟葡萄牙球星西罗 今年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了 让粉丝们都非常舍不得 而梅西虽然被封为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但他还不曾带领阿根廷在世界杯封王过 只差一个大力神杯就圆满了 因此这一次梅西的表现也格外受到关注 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认识这位传奇球星吧 大家好我是凯莉 欢迎收看本集的人物放大镜 世界杯开T倒数计时 本届卡达士族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队 被外界看好是夺冠大热门 阿根廷队目前在国际组总FIFA排名第三 本届小组赛与小优敌阿拉伯 墨西哥波兰同为C组 其中最大的敌人是排名第13的墨西哥 加上阿根廷过去的士组表现都还不错 因此预料闯进16强应该是没有悬念 若阿根廷和葡萄牙都能以分组第一晋级 接下来一路过关斩将就有机会在冠军赛 欣赏梅西跟希罗两位天王的世纪对决 我想应该很多粉丝都会觉得此生无憾了 不过就在球迷们引颈期盼的时候 梅西10月初受访时曾表示 本届士族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士族赛 他觉得有点紧张焦虑 但仍会抱持着良好的心态和很大的希望 他强调自己目前身体状态良好 季前赛表现也不错 这是去年没能达到的水准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梅西今年35岁了 在独球员中已经算大龄 再提可能也没几年 只不过听到他亲口说出来 是不是有种天哪 真的要看一场少一场了吗 阿根廷甚至有铁粉 砸下存了四年的头七款 不惜放弃买方也要飞去卡达 替梅西和国家队加油 连阿根廷的国家队教练斯卡洛尼 也很舍不得说自己很希望 这不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梅西1987年出生在 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 父亲具有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协同 在工厂做工 而母亲也是意大利后裔 偶尔会帮人家打扫 虽然家里的经营状况 并不富裕但一家人感情非常好 梅西自从会走路以来 就超级热爱足球 他的兄弟说 梅西小时候几乎无法离开球 就连出门去帮家里跑腿 也要带着球 四岁那一年 梅西参加了他人生第一场足球比赛 他家附近一家儿童俱乐部的负责人 某天看到梅西踢球就要他上场 从这场比赛开始 梅西彻底陷入了足球的世界 不过这个在球场上 卯足权力的男孩 在学校却完全提不起劲 有媒体报道 梅西可能有亚瑟伯格症 只能专注一件事情 那就是足球 可以在运动中 排场用场的集合学 梅西非常擅长 但是像算术 代数这种跟足球八杆子 打不着学科 他就完全没有兴趣 还得靠儿时好友帮他做笔记 虽然老师们都很疼爱梅西 但他的学业成绩 还是让父母非常头大 梅西的足球之路 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 梅西的爸妈发现 儿子比同龄孩童瘦小很多 长得很慢 于是就带他去看医生 结果11岁那年 梅西被诊断出 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 导致他骨骼生长缓慢 他在13岁的时候 身高只有125公分 差不多是一般男孩 七八岁的身高 这对家境不复一的小朋友来说 等于是运动梦碎了 但是梅西说 医生我想踢球啊 医生就决定用生长激素 治疗他并且获得一个基金会的金元 但没多久 阿根宁陷入经济危机 基金会也无法再提供协助了 梅西的爸妈不愿放弃 四处向体育俱乐部和基金会募款 没想到西班牙巴塞罗纳足球俱乐部 愿意出拳帮他治疗 于是2000年 他们就举家搬到西班牙 梅西在巴塞罗纳足球俱乐部的老战友 皮克回忆起梅西加入的第一周 就觉得他是个非常内向 安静又矮小的男孩 说话时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 但是当梅西开始挑球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 大家发现他跟先前怀抱足球梦而来的人都不一样 梅西在生长激素的帮助下 顺利涨高也增重了 2004年终于签下生涯第一份职业合约 隔年就升上巴塞罗纳一军 并且以17岁10个月又7天的年纪 成为球队时尚最年轻的进球者 这让他迅速斩了头脚 并且一步步达成今天的成就 梅西的球风 就是快很准 双脚盆带突破速度惊人 他的协调性也非常好 传球跟圣门的技术也很精湛 还时常使出帽子戏法 带离球队逆转胜 后来随着年纪增长 以及配合球队需求就逐渐撤到中场 扮演衔接的角色 喜言报导梅西是巴塞罗纳足球俱乐部和西甲联赛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射手 他曾7次获得足球金球奖 也就是足球界最高荣誉的个人奖项 一般人拿一两座就已经很厉害了 但梅西拿了7座是史上最多 他也是欧洲金靴奖的纪录保持者 一共串了6次金靴 代表是当季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截至今年10月底 梅西在整个职业生涯中 一共踢进785球助攻346次 好成绩也让他的身价水涨船高 2022年富比市最新公布的收入最高运动员的排行棒 梅西以1.3亿美元拿下榜首是第二次夺冠 除了梅西本人的成就之外媒体跟球迷最津津乐道的 就是梅西跟希罗之间的梅西之争 两人同为当今世上最杰出的职业足球员 称霸足坛十几年 前面我们才提到的足球金球奖 从2008年到2021年这段期间 中进只有2018年的时候 不是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个人得奖 记者和分析人士最常争论的就是 谁才是足球时尚的最佳球员 还有人专门制作网站详细列出梅西直牙中各种数据 让两人打PK 比如说希罗进球数比较多上场时间比较长 但是梅西助攻数比较多平均花较短时间进球等等 梅西的足球技巧和个性甚至是社群网站的粉丝数都会被拿来比较 而两人究竟有没有余量情节私底下的关系如何 也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之一 虽然个人表现亮眼 但梅西一直跟国际大赛冠军杯擦身而过 还被算是国际无冕王 梅西曾经四度出阵世界杯 不过2006年没有受到重用整场做冷板凳 阿根廷在八强赛直步 2010年阿根廷在马拉杜娜带队下 又在八强赛被淘汰 2014年打进决赛离冠军直杀一步了 但最后又在延场赛中以0比1败给德国队 2018年则是16枪直步 直到去年梅西第6度参加美洲杯成功挡下森巴大军 巴西队才终于拿下第一座国际大赛冠军 摆脱无冕王的封号 不过才刚在美洲杯封王 去年8月梅西却突然宣布要离开待了21年的老东家巴萨 转人加入法国巴黎圣日尔曼PSG 其实他本人也是相当舍不得 在记者会上还当众落泪 问题就出在巴萨的财务状况实在太糟糕了 受到疫情冲击加上球队管理不善导致债务暴增 而西甲规定 这个球员薪资上限不得超过球队总营收的七成 梅西还自愿减薪一半 想要留在这个从小提到大的球队 但最后还是只能喊雷说再见 而梅西加入的PSG 背后可是有卡达这个土豪金主爸爸在撑腰 阵容相当坚强 但刚加入的梅西可能还在疗伤其霸 有点不进入状况 今年初的欧冠还被球瓶酸说 是在场上散步吗 不过这个赛季梅西似乎是满血复活了 和队友内玛尔与姆巴佩的默契也越来越好 表现越来越稳定 而这次由梅西邻军的阿根廷国家代表队 正如比起前一届华丽了不少 这个赛17场比赛从来没输过 看起来是状态良好 气势如红 的确很有冠军上 梅西能把阿根廷和球迷带到哪里 能否顺利拿下大力神杯 帮他的质押换下完美句点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故事讲完了 我们每周都会推出世界周周考 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的报道 一定考试都会100分 点选下方的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玩玩看吧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感想跟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还可以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忘记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人火纳静 我们下周日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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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